大家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性能测试的报告 到底应该怎么来写 我们前边都有这些 这个方案了 有结果了 有这个分析的结论了 无非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形成一些文字系的东西 再结合着一些这个图片 把这个报告呢 清晰的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任务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我们呢 无非就是了解一下 一个性能测试报告 书写的一个思路就可以了 我们呢 先现在就这节课 以两个这个 性能测试报告的一个 真实的数据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先呢 基于这个Discous HPO的 对比的这么一个 性能测试报告 因为这个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分析了 结论都很清楚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具体这个结论 总体的结论 Discous优语 Po的这个结论 由哪些数据来支撑 对吧 我们要在报告里边 其实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给把它 展现的清楚一点 为什么我要说 Discous的总体性能 要优于PHP问的 原因在于呢 我有下边各种各样的 一些数据来支撑 我的结论 其实这就是测试报告的核心 有结论 然后呢 有数据和指标 来支撑我的结论 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 优化的一些建议 基本上一个报告的重点 就这几块 总体性能好 那么好多少 严格上来说 这边有具体的数据 对吧 从响应时间 从每秒15数来说 我们都统计了 包括它的一些 这个CPU使用率 每秒点击数 每一个指标 我们都有统计 我们都会发现 Discars 绝大部分指标 都比PHP问的要优 只有这么几 少部分几个 是处于差不多的一种级别 其他的都是要快很多 要高很多 要大很多 所以呢 PHP问的没有一个指标 是完全胜出的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 是Discars来完胜 那么具体的各项指标的分析 我们因为PHP 这个Lensys里边 本身就有一些图 我们把截图截下来 就可以了 这其实反而呢 比较简单的能够展现 但是呢 就是说 咱们这个性能测试报告 一定要结合着 我们前边讲的 这个性能测试方案 一定要结合起来看 才有价值 否则 你直接拿一个报告 别人一看 这报告怎么得出来 为什么要用这 测这样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要得出 这么一个结论 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是 一定是先有方案 在基于发案的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来书写我们的报告 这边的这个对比的报告 相对来说 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呢 主要是参考这个框架 截了个图 然后呢 每秒事务数 把图截下来 然后呢 加上一些自己的结论 截个图 加上结论 这就啊 有图有真相 也有我的结论了 这其实就很专业的一种报告 吞吐量 具体一个情况 CPU内存使用率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需要的话呢 做一些说明 做一些说明 好 这是 关于这个对比的一个 基本的性能词词报告 下边呢 还有一些截图 代表什么意义啊 也在后边呢 有 最后呢 有一个总结 框架性的东西就这样 这是对比的报告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报告 实际真正去做的 这个报告 这个呢 是我在2010年吧 应该是啊 2010年 去给客户做的一个 这个 性能测试 实施 然后呢 最后给他出具的一份报告 那么是针对着上海的一个 世博会 安保系统 那么做了一个性能测试 这个安保系统呢 说起来啊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世博会 这个开展期间的安保 而是呢 它是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呢 外地车辆是禁止进入上海的 要进入 必须要有通行证 那所以外地车辆呢 就会事先到 自己车辆所在地 这个 去申请这个 进入上海的一个通行证 那么这套系统呢 其实就主要来解决 这个层面啊 应该说是整个上海 市博会安保系统里边的 一个子系统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来看看啊 一个性能测试报告 它的一个基本的目录 这个呢 其实完全可以给大家 作为范本的 第一个是性能测试结果 第二个是系统的测试的摘要 就是我们的一个方案的 基本的介绍 第三个是结果的分析 结果的分析 用于支撑咱们的性能测试结论 这是结果的分析 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些改善的建议 我们想 如果说做完了 发现了有些问题 怎么来改善 我们要给出具体的一个措施 最后呢 做一个总结 好 这就是一个 这个报告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后边呢 来看一看具体的内容 性能测试目标 到底这要干什么 简单的描述了一下 一个总体的结果 好 优良中刹 在200个用户情况下 系统享用时间和个500用户下 系统稳定处理 服务器稳定 CPU和资源利用很低 负载太大的时候 Valware负载器存在瓶颈 这是一个做集群的一个 专门的集群的一个产品 它出现了问题 因为所有的请求都会先通过集群 通过这个集群 负载分配器 然后这个集群呢 再把这些请求分配到 我们后台的这个服务器的机器上边去处理 所以所有的请求都会汇总到它这 它出了瓶颈 这是我们测试发现的瓶颈 那么后台其他的服务器 CPU内存资源利用力都很低 意味着什么意思 意味着我们没必要配这么多电脑 可能现在啊 它后台应该是有四台还是多台 我们可能用两台就够了 好 安卡系统里边存在很多大图片和 JavaScript的文件将会占用贷款 可以进一步优化 这是我们经过测试以后 都说了一些基本的结论 整体的一个结论 后边呢 是对结果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 怎么样的 怎么样 在什么情况下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OK 那后台使用的系统呢 是Weblogic 好 有两个JavaScript文件 这两个文件和一张图片 较有较大的贷款资源 应该优化 500个并化用户是 Redware负载均衡器 CPU使用力一度达到96% 用户数接近10万 这个用户数啊 并不是500个并化用户的这个用户数 而是呢 Redware获取到的一个请求的 这个量级10万 已经到达瓶颈了 那么 它呢 存在瓶颈 我们需要去改善它 比方说呢 使用啊 多余一个的Redware负载均衡器 一些请求呢 走这边 一些请求走那边 动态的来分配 等等 有很多种方式了 或者呢 加强这个负载均衡器的一个 硬件的投入 好 后边的话呢 是一些系统的整体的一个方案 这边呢 没有把方案写的特别具体啊 主要是从 这个基础的核心功能层面和一些 测试的必要性层面展现了一下我们到底的方案 因为毕竟这份报告重点是报告本身上面 方案呢 做了一些展 简单的一个展示 好 这边是测试范围 到底我们要测什么东西啊 这边明确的指定了 测哪些东西 好 还有呢 测试脚本 有哪些测试脚本 我们开发了 然后呢 这些测试脚本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软件环境的配置 这边列出来 软件环境的配置 它呢 使用的都是IBM的 UNIX的服务器 然后呢 Oracle呢 也是做过集群的 每台处理器呢 是四合的一个CPU 每台的内存12个G 其实这个服务器啊 数据库服务器 已经很豪华了 但是当然了 它这个数据库服务器 它其实不单纯 为这个子系统提供数据支持了 它还有很多啊 公安厅里边 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 它也提供数据库的支持 所以它的配置 也要比较高一点 那这边呢 是咱们的一个 Weblogic的一个集群 它是在Windows 2003 32位的这种服务器上 这就是一个 标准的一个刀片服务器 这边呢 是一个小心机 好 这边呢 是Redware负载群衡器 它的配置呢 咱们没有 没有去关注啊 反正发现问题 那么交给 咱们这个客户 去解决就好了 因为这是硬件的问题 对吧 这不是我们通过软件 优化可以解决的 那就加强硬件 安保系统一个架构 就报告里边先列出来 然后的话呢 结果进行具体的分析 Weblogic的核心参数 结果对大小一个几 每台可用线程数400 这是我们配置的一些项目 然后呢 最后 Weblogic剩余线程数 排队队列数 这些都是我们要监控的东西 监控完了以后 事物响应的时间 我们看到都是好几秒钟时间 还是挺慢的 稍微有一点慢 后边呢 服务器的一个吞吐量 继续做介绍 每一个模块 他们的一个吞吐量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吞吐量的话呢 主要关注的是 对贷款的影响 因为它的 要跟上海那边的服务器 提供WebService 为此的服务器 直接进行数据的交换 所以呢 这个贷款 我们要考虑到真实的贷款 平均吞吐量 每秒钟2.14兆 所以基本上 这个贷款有20兆 就足够支撑了 有20兆就足够支撑 好 继续往下 接口的单独测试 然后呢 我们看 把这个 LowRunner里边 Analysis这个 WebPageDagnostic 这张图拿出来 做了一个分析 这个呢 跟我们Web前段分析 是一样的道理 不再重复了 服务器的稳定性测试 我们看到 WebLogic 这个线程消化正常 线程词呢 也能够正常的回收 Java JVM虚拟内存 也能够进行正常的回收 这边是啊 就这边看到的波浪显 大家看到的就是 在进行内存回收的时候 这个使用力往下走的时候 就表示内存正在被回收 所以它都是很正常的 这是我针对WebLogic 这个应用服务器 如果大家看了以后 看到其他服务器 也同样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对内存的一个使用力 因为我们讲内存很关键 内存一旦弄不好 系统必然会崩溃 所以多关注一下内存 服务器资源利用力 这就是简单 任务管理器的截图了 后边呢 就改善建议 图片太大 改小一点 压缩一下 对吧 压缩小一点 或者请求数量太多 减少一点 这都是前段分析的东西 不再重复 再去给它详细介绍 参数配置 可以做一些调整 好 异常情况 系统性能测试过程中 发现异常 把它截取下来 那毫无疑问 这边CQ语句都显示出来了 这条CQ语句 我们需要交给 这个开发的员去关注 CQ语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业务处理失败 对吧 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我们测试的过程当中 发现的问题 很有可能 如果我们不去做 大并发的性能测试 单纯做功能测试 我们肯定发现不了 这样的一些问题的 所以需要去解决 那当然这个解决 是不是我们性能测试 工程师要去解决的问题呢 或者我们做性能测试的人 就把所有问题 全都给解决了 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讲 真正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是需要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来配合的 各式其职 代码的问题交给代码 数据库的问题交给 数据库管理员 操作系统的问题 你交给咱们的IT人员 我们做的只是 我们既然是一个测试人员 那一定是做的是 测试发现问题 然后协助研发团队一起来解决问题 我们只能协助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本次工作 这就是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内容有点多 有十几页 但是框架呢 就这些 框架就这些 咱们再回过头梳理一下 看回到这个目录啊 目录就能够帮助我们 很好地理解框架 整体的目标 方案的一个情况 结果分析的一个情况 还有呢 我们的一些改善建议 最后一个总结 主要的框架还是这样 好 大家以后刚开始 如果你做性能测试 也不知道性能测试报告 到底该怎么写的时候啊 你就参考我这个框架就可以了 不会有任何大的问题 小的地方呢 你就把它细化一下 那么这是性能测试报告的一个 书写的一个 基本的要求 不是标准 也不是规范啊 就是一个要求 大家如果没有参考的时候 可以参考我这个模板 但是你完全按照自己的 这个需要自己去 寻规的报告就行了 把问题说清楚 把结论说明白 把分析过程说明白 把后边要改善的东西 要调整的东西说明白 这个报告就是一个成功的报告 无论形式怎么样 格式好不好看 这些呢 都是次要要去解决的问题 好 在这边啊 顺便稍待手给大家提一个 一个小技巧 当然这种技巧 我觉得没有任何 太大意义 但是有的人呢 就应付的时候还会用 就Lowrunner的这个 NXS组件呢 它本身可以让我们 它直接可以导出报表 NXS啊 没错 在这边呢 有一个 这个信息报告的一个模板 我们可以看到啊 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模板 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呢 对模板进行适当的编辑 编辑完了以后 当然基本上你不编辑 你就用它默认的 也没有问题 我们就还可以生成 直接生成一个 新能设置报告 那么它会以HTML的形式展现 它直接可以帮我们生成报告 比方说 我们就放在这个 阿盘下面 生成了这么一个报告 我们来看看 好 这就是一个 新能设报告 有数据 它把我们 Summer Report报告的摘要 和一些具体的 一些指标呢 都给我们拎出来了 有什么用呢 有些时候实在 忙不过来的时候 应付应付 对吧 应付应付客户 还是可以的 毕竟好歹有个东西了 但是这种报告 我想告诉大家 没有实际任何意义 因为呢 它既没有结论 也没有分析过程 它只是一个 简单粗暴的一个截图 工具怎么能帮我们分析呢 它肯定分析不来的 它只是几个图 把一些数据放在上面而已了 所以呢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功能 就行了 它根本不是重点 一点都不重要 只是啊 必要的时候 你有个东西应付一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靠自己的一个分析 总结 这种性能测试报告 它才是有价值的 好 关于这个性能测试报告的 这一部分内容呢 咱们主要就讲这么多 其实 本身啊 这些东西 它都不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 每个人 你们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只要能够把问题说明白 我们讲 这才是报告的核心 把问题讲透 讲清楚 就是就可以了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格式 什么样的模板 是以什么样的套路来写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咱们的整个性能测试的 这个基本的知识 和这个包括脚本开发 包括场景设计 包括这个指标结果的分析 甚至于方案和报表的一个书写 一整套啊 最基本的这个课程啊 咱们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学到这儿 就应该完全的能够清楚的理解 lowrunner这款工具是怎么用的 那很清楚 不仅如此 我们呢 更能够清楚的知道 性能测试到底是怎么玩的 即使我们不用lowrunner这款工具 我们用别的工具 也没有问题 因为原理都是一样的 甚至我们什么工具都没有 我们用加瓦来写断 写点代码发请求来并发多线程 然后呢 用系统自带的一些监控工具 来监控指标 也可以做性能测试 其实啊 基本上呢 这就我们到目前为止 所讲的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把一个 合格的性能测试工程师 该具备的基本数字 该具备的这些这个技术要求 都已经算是讲到了 那后边的话呢 其实对性能测这个话题有没有完呢 远远没有结束 后边呢 还有很多 比方说 针对非HCP协议 我们又该怎么办 那么这里边啊 其实我们 针对其他的协议 他们的道理都一样 无非就是开发性能测脚本的时候 脚本上有点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可能会针对Socket 要去开发 针对TCP啊 这种非应用程的协议 我们要去开发一些脚本 那这个怎么办 其他的后端的原理 和这个分析的结果 优化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说脚本 这个请求怎么发而已 那么这里边呢 针对一些性能测试呢 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脚本 开发的一些技术 这个呢 我们留在下一个阶段 专门再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就可以了 包括我们呢 在Lowranger里边 还可以使用Java为有点来写一些Java的代码 或者是调用CGAP 调用Denet的这个Vue Studio开发环境 来写代码来发星球 利用Lowranger呢 来这个模拟多用户并发 这些都是都是比较能够容易能够达到的目的了 只要我们对前边的这些基本功能够理解透彻 后边的 无论别人再给你怎么讲 说我这边所掌握的其他的讲的这些东西 多么的高举 多么多么的高深 即使啊 不要 不要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们掌握的是前面这一部分 前面所有的这些东西搞明白了 包括结合着我们web系统测试和性能测试 这两者因为有很多关联的地方啊 把这两门大的课程搞明白了 其实我们不单纯能够游刃有余的去做web系统测试 做性能测试也都不会有问题 不会承认说别人告诉你的啊 还有很高级很高级的这些东西 它再高级 它万别也不离这些基本的原理 包括后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后边呢 有时间再去给大家讲这些 其他的一些脚本开发的时候 你会发现 道理都一样 换个方式而已 OK 好 那么 整个呢 咱们的性能测试的课程啊 主体的部分 咱们就先到这啊 谢谢大家 好